你签一下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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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晴天 你在哪儿呢 这雨太大了 我打不到车也没有公交车 你还在那儿吗 我现在会接你 你还在公司啊 对 刚才就突然有个会 行了 行了 你别来了 那我来还得一个小时呢 不用一个小时 我 坐地铁半个小时就到了 明天我们分手吧 明天见啊 明天见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听 我是说 我现在需要的是一辆车来接我 而不是你来接我 不是 多美 我 这位是我们木莱说策划部总监晴天 我是负责博主运营的 那位是我们公司的HR 秦总您好 大家好 任女士 那你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履历可以吗 我是清安医科大学毕业的 之前有做过新媒体运营的经验 好婚姻要设计这个公众号 是我这几个月刚刚开始的 是接受到你们的邀请来参加的这次面试 学医的 不好意思 我打断一下 请问你现在具体是做什么 准确地说 我现在是一名家庭主妇 那你就说一下你写这个公众号的心得吧 我自己运营的这个公众号 日单编最高访问量有三次十万家 我会在里面分享一些 自己的生活感悟和情感解读 因为在结婚之前 我有策划图书的经验 也做过一些闲下活动 你刚刚说自己是家庭主妇 那为什么现在又出来工作 请问 这个问题跟今天的面试有关吗 我们木兰说是一家 新兴地面对广大女性的公司 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签约博主 真实的生活状况 其实我没有明确 想要通过这个公众号来赚钱的目的 我只是 想让自己的生活更丰富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说你现在的生活很单调 不是 婚姻美满 老公出色 那我请问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情感博主就是情感骗子吗 这件事你怎么看 这个 下一个问题 请总监